纯棉和全棉有啥区别? 1. 含棉量不同 全棉是指含棉量为100%的衣物或用品 纯棉是指含棉量在75%至100%的织物 2. 含衣不同 全棉是指原生棉织物 而纯棉是指原生棉和再生棉织物 3. 特性不同 纯棉面料因为加工方式的不同容易起重 全棉面料因为加工方式的不同 却不容易皱 在清洗棉织物时 要注意棉织物的耐减性强 不耐酸 抗高温性好 可用各种洗涤剂 但尽量不要用洗衣粉 最好用透明灶或灶粉 灶膏 先用温水将洗涤剂化开 等冷却后再将衣物放入浸泡 不同色的棉织衣物应该分开洗涤